2022漫步七星潭的建走活动 是在七星潭的赏心广场来举办 为了让乡亲全家一起来建走 欣赏到新城乡的美丽海景 新城乡公所以及县政府 特别准备了许多的精美摸彩品 欢迎大家一起来抽大奖 让整个活动充满着欢乐的气氛 新城乡公所每半年都会在乡内 办理大型的建走活动 为了就是要让乡亲们走出户外 欣赏新城乡的七星潭美丽海景 活动一开始则是邀请当地的歌手和舞蹈团体 来展开活动的序幕 紧接着就是热声超乐 来自七星多位的夏林乡亲 聚集一堂来参加新城乡的建筑活动 新城乡的合理台 新城乡代表会主席陈秀琳 副主席张美华 新城乡代表林志胜 邓可平 陈波昌 葛秋夫 梁云华 田津峰和各村村长 以及花林乡亲 一起来共襄盛举 新城乡的合理台表示 希望大家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能够走出户外 新城乡公所则是利用 疫情趋缓的时刻 办理建筑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出来走一走 享受七星潭的美景 新城乡公所每年要办两次的建筑路 没有办法让别人为你走 自己的健康要自己来维护 新城乡是个有大自然的基辛潭 叶芽湾的支援就在我们新城乡 这几年观望的产业 在新城乡 洪博发展 要谢谢我们所有代表会村长 以及地方 贤达士生们 大家共同支持的一个结果 疫情缓了之后 公所的同仁 大家集思广益来建议 我们就在 最美丽的 最漂亮的 七星潭的叶芽湾 这个地方来办理建筑 除了要欢迎今天 我看到好多的优兰车 从外地来这个地方来参加建筑 我也看到花蓮寺 也有集安的 这是我们新城乡的乡亲 是大部分集到这个地方 来参加这个建筑 我的表达来欢迎之意 新城乡是花蓮县的北大门 只要进入新城乡 一定要来进入我们新城乡 所以在新城乡 这几年当中 很多的观光产业来进驻 我们有四间的大旅馆 总房间数超过1600间 四个企业团体 要来这样盖饭店 让我们年轻的学子们 油子们 北漂的新城乡的子弟 都能够回到我们新城乡来进入 创造很多的就业的机会 就是因为新城乡 有这么漂亮大自然的海湾 就是我们的亚湾 举之不尽的之眼 所以我们对观光产业 以及所有乡亲的身心健康 我们特别特别的重视 不管社会福利的推动 地方建设 都是应该要努力以赴 共同来推动的 明昌之后大手牵手 来回走了六公里 大家欣赏了七星台的美丽风景 现在相公所也准备了100箱的卫生纸 100台的电冰箱 6部坑器 以及现在徐正伟 和新城乡展核立台 同时也支撤腰包 也加码了40台的脚踏车 和25台50寸的电视机 让大家有机会出大奖 由于现场摸彩品相当来多 还有加码奖品 现在相公所全体投入们 从5点半开始摸 一直到晚上7点10分 才摸完整个摸彩品 现在相公所全体投入们 活动伴侣相当圆满 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 健康快乐 接着就好 谢谢大家 喵们 da汞